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议员姐常说她看人最准 这个宋中基又是其中的一个 这次她追剧追成热潮 其实在背后是经过策划的 究竟大陆是如何把人气转换成财气类 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解码 现场来宾是新浪娱乐台湾事务的总监郑伟伯 微博好 哈喽民主好 议员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微博有好多好多的头衔 她曾经是娱乐记者 也是制片人 影评人 非常非常多了解传统媒体 也知道新媒体 简单来讲叫做她熟悉两岸影视产业 这样就对了 可以这么说 这么专业的背景 你也深陷在这个太阳后裔的这个热潮当中 你追剧吗 我追剧 而且我起先的起心动念是要就是先做功课 到底在红什么 后来你就会边解剖这个剧 边跟老婆一起融入到这个剧情里面 开始去想她到底是 就是她的剧情会怎么走 然后怎么虐心 然后同时有点回春的感觉 因为我们距离那个当初卸购 有一段时光了 让你找回爱的感觉 对对对回春了 真的很好玩 对我觉得她就是包括了一个男生 她男生对于这个军队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 然后对于又漂亮的这个女主角 又是个医生 你要想一个就是是杀人命的特情的这个军人 跟一个救人的这个医生怎么样有火花 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究竟这种追剧的热潮是台湾热 还是大陆热 其实大陆非常 肯定大陆热 是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在大陆有多红多热 这个太后 真的是太后 因为太阳的后裔 那她在这个微博这个话题量 我们就所谓的这个hashtag 她都是用亦来算的 你只要是这个这个这个警字号 然后是太后 太阳的后裔 大家每到了这个礼拜三 礼拜四延续下来 其实我们要非常感谢所有的网友跟观众 因为这样帮我们的微博的KPI 那个回耀度加了非常非常多 对对对对 所以是从 这个叫点击率还是浏览量 我要怎么样说这个字 其实就是她的这个播放量 播放量 对她的这个点击率 其实在这个真的帮助了这个爱奇艺这个平台 我觉得投资报酬率很高 那她目前为止点击率多少 她已经超过了20亿了 超过而且预估 就她的数字一直在往上爬 好像有讲说等她结束的时候会有50亿 我觉得很有可能 因为她就是说她是可以点播的 你不断的这些想看的各位宋太太们 可以不断的再上去看第二次第三次 讲到重点了 宋太太 因为现在在那个微信里面好多圈 大家都是自称宋太太宋太太 是就想当那个男主角的那个太太 其实你知道这对于很广大的男性观众来讲 有很大的压力 因为她有很多社会现象 包括说其实像之前的来自欣欣的你跟这一次的太后 你会让太太们跟女朋友们希望她的另一半 不管男友或者老公可能长得要要有点像男主角的感觉 就会产生很大的压力 所以才有社会案件发生 有一个人 他不是因为他的太太太迷 那个太阳的后裔宋仲基 于是他半夜就跑去 他趁着几分醉意就跑去骚扰 那个照相馆 然后要求那照相馆老板把他拍个照片 拍得像宋仲基 而且还有整形医院的这个医师 可能他有新的新的这一种样板 可能有些男生不管是自愿 或非就是非自愿的 必须要有一点点像宋仲基的这个样子出来 这个时候公安部也介入了 大陆公安部为此还特别发出这个警语 说这个希望这个观众朋友 不要太认真的过于模仿 比如说里面 而且有一些这个比较不合情节的里面的剧情 像强吻啊 这些呼巴掌啊 都不要有 毕竟还会构成伤害罪嘛 那请问您跟太太一起看说 您太太也有也有希望你像宋仲基那样吗 我觉得这一点他蛮理智的 因为而且他就说 哎你跟他有个一样的地方 就你们都是单眼皮 当然体重差了非常多 但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夫妻上面 透过这个剧蛮好的一个交流的机会 对我们刚聊了那么多 都是现在可以证明这出剧 在中国大陆非常红的一些线索 那究竟他为何会受到大陆观众那么的喜爱 我们先来看完一则的暴躁 男女主角在地震灾区重逢的感人场景 再配上催泪又深情的主题曲 让观众仿佛置身其中 太阳的后裔极其广大回响 女性观众都希望自己就是江木烟 甚至出现一堆宋太太俱乐部 我觉得宋仲基应该是我老公里面目前来说我最受宠的 应该没有之一了 其实都是浮云 反正你看不到别的东西吧 全都是宋仲基 太阳的后裔是制作费用高达新台币3.85亿的中韩合资大戏 在选角方面 宋仲基 宋慧桥 双宋情侣的搭配 正是考虑到大陆市场的接受程度 当然 特种部队军人与美女医师的题材也是过去不曾见的新鲜组合 比如说战士或者说军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在保家卫国的时候 这些都是能够产生职业光环而引起大家的喜欢的 虽然是韩剧 但《太阳的后裔》这出戏 大从一开始就针对大陆市场进行了全面的商业作战计划 比起在韩国当地要如何在大陆引爆话题 提醒关注 似乎变得更重要了 对 我评论认为说 太阳的后裔在选角题材啊 拍摄场景各个方面啊 好像说我刻意要迎合大陆市场 韦伯你怎么看是这样吗 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个制作公司 他的背景他不是电视公司 他是拍电影的 所以说他不只是在想韩国市场大陆市场 我觉得他的面向是全世界 他们的这个企图性是非常旺盛 如果是这样讲的话 就是等于小看了韩国人的野心 他的企图性 对 而且其实他的这个制作公司 后面还有真的有大陆的资金 对 包括这个华策在大陆 非常非常有power的一个制作公司 所以说他在包括资金面 包括这个人脉面 他确实在这个大陆市场 他有一个布局 而且他是不是在边拍边播 因为就是在中国大陆 他是现在需要事前先审查 广业总局规定 是 所以在这一个出台的 这一个就是规则之后 他们这一次是一次拍完 一次审完 同步播 你就不会有delay的这个事情 然后同步在之前就可以想怎么赚钱 就中韩一起同步追剧 然后一起讨论到底怎么样去获利 没有错 那钱多当然就可以追上那个潮流 就是花大钱去买版权这件事情 像这一次他的那个版权费 就很高了 就非常高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从那个之前 这次他打败了那个高收视率的星星 我最喜欢的杜明俊 我好高兴啊 就那个来自星星的你当时的版权费 换算成台币一级大概也才一百三十几万嘛 对不对 然后后来接下来这个我就没看过 对我人也很可爱的他 我也没有 你看过吗 我没有我直接就跳到太阳的后衣 但我必须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来自星星的你用这样的价钱买 他们是赚到 谁赚到 就其实是爱奇艺这个品牌赚到 你后来获得的这个点击率 已经是远远超过这个这个投资报仇了 但我觉得慢慢的你到了七百三十六万一级的时候 可以就是接近他市场的这个marketing size 所以会越来越我觉得比较make sense一点 像李英爱正在拍 还不知道已经拍完了 就诗任堂就八百多万一集 这个也是爱奇艺买的吗 诗任堂 他现在其实我觉得大陆现在每一个视频网站都在抢内容 所以或许钱已经不是问题 而是我怎么样能够在一开拍的时候 就能够用投资的方式 或者用独家版权的方式去抢 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战场 那个押对保很重要 是 对不对 像什么在我对我而言可爱的他 当时就有点押错了 所以这个东西说 所以说是润 投资方 润我发现他最近的好像拍的都不太不太叫好 收视率都不好 没关系他就知道再努力一点 可能会很快就会再再跳起来 因为他还在谈恋爱啦 同时 这样也好可以加持之下就能那个 是 对不对 因为毕竟他才退伍嘛 重点是我们要谈这次太阳的后裔 他是怎么样选到 因为这个眼光很重要 选中这个片子 因为据说好像当时连主角都没有定 对 但其实如果你从自骗观点 或者说大陆投资方来讲的时候 你看到这样的角色设定 就已经觉得 好像会有火花了 然后他是先确定了女主角 然后其实说坦白的 可是大陆决定投资 就决定要买 爱琪决定要买这部片的时候 还没有还不知道男女主角是谁吧 所以他就是对 他是先看到了这样的组合 然后这样的故事 松中俊好像一开始不是第一人选 他真的不是 他那时候之前人家他还在当兵 没有没有话语权的 他是后来被选择 真的就是中了 还有一个是可能是选编剧 编剧 编剧很关键吧 韩国什么最最最金牌的编剧 编剧教母吧 就是因为在韩国其实编剧的地位 是比演员更高的 在读本的时候 编剧作者演员不能不能做的 要站着的 所以说他的这个招牌出来的时候 有很大的亏的帮忙 他的这个编剧很厉害 因为他写了几个戏 我都觉得好好看 比方说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 绅士的品格 他竟然可以把那个无聊的大叔 写的那么的有趣 所以他这一次来 看到他的名字的时候 就觉得投资方就 地心玩有 对就等于是压队编剧去压队宝 你有了很好的案子 有了编剧 然后大家就想怎么去赚这个钱 当时他买这个太阳的后裔的版权 total16级加起来 超过1亿台币 大家觉得很惊人 对不对 很抱歉 他光是靠着这个 第一个月的会员费 就赚了9亿5 怎么办到了 广告之后 我可能继续达人完成 比方说 是什么名字呢 当你还沉醉在柳大卫和江一生的粉红氛围里 已经有不少人看中宋仲基在戏中穿的鞋子了 宋仲基在太阳的后裔中除了穿军服 还有许多休闲变装的打扮 已经成为许多男性观众的时尚指标 至于女性当然就想变成乔妹第二了 宋慧乔擦的唇膏用的气垫粉饼 在大陆几乎都卖到断货 每个女孩都从戏中看到梦想 仿佛和乔妹用了同款化妆品 就能成为戏中的女主角 这出韩剧不单单是卖剧情 卖卡斯 它其实是一条完整的商业链 拥有超乎想象的吸睛能力 现在戏剧已经不只是单单在卖故事 它可以说是处处都是商机 尤其像这一次爱奇艺可以说是赚得盆满钵满 因为它是透过非常细致的行销规划 韦伯你自己买了吗 你竟然在追剧你有被他打动买了什么东西吗 其实我一直在人但我觉得可能女性的观众朋友很难人 因为你更直觉的包括你家老婆 你家老婆呢 我很担心他往就直接上淘宝 或者说各种电商平台 因为包括了乔妹的这个粉饼 包括他的口红 包括如果有追剧的朋友就知道 送中机在里面也会喝一个红森饮料 然后包括了现代汽车 他有太多太多的植入在这个里面了 就是说让这个整个制作单位 他不只是卖版权 然后这周边的效益 然后不只是制作公司自己卖 他连你的这个平台 每个人都可以分到钱 都可以 而且在中国大陆的电商 他成熟之后 你可能就是所见即所买 就是你看到了这个好棒的 你直接网路上去点就找得到 而且都是正品 就是不是仿冒的 对这个很重要 因为他的明星效益之下 他想要靠这个东西来赚 他一直强调说是正品限量 是限量这两个 这是非常非常具有魔力跟杀伤力 没有爆款 正品限量 他卖的贵不贵呢 他其实很贵 但是你知道 现在整个中国大陆的消费力 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所以说当你被这个偶像魅力 所吸引的时候 那些钱或许已经不是 那个价格不是那么重要 我心里获得的满足 这已经再也不是小确幸而已 可是我看他讲出说 这个追日剧的 几乎都是90后的 有没有是19到30岁的 他们钱不是有多父母来的吗 那其实也是有很努力赚钱 去为了满足 他的这个追星的欲望 还有他的操作手法 我觉得他会让你心动 因为他不单单只是跟你说 这东西是什么 正品限量 什么明星爆款 他其实还会把他是哪一场戏 谁穿的 然后他的剧照 他就搭配在那里 直接截图下来 他就让你觉得 哇好心动 假设现在那个心里 比较没有把持住的话 你可能就当剁手党就买下去 因为那就是一个心理投射 你觉得你买了 你拥有了 你也可以跟男女主角 一样 他礼拜三礼拜四播 对不对 礼拜五一个空档 就让你赶快要去抢的去卖 对 星期五好像会搞一个叫什么 VIP的 感恩社会回馈的 让你又买到 就是买到赚到的感觉 对 对啊 所以他也让了整个电商平台 因为在大陆 包括了淘宝 所有的电商平台 跟这个支付 是非常非常成熟了 所以说你根本不会有 你拿出现金买的这种感觉 你只要转个账 你东西就来 你就消费了 这更直觉 更快速 就靠着观众 沉迷于剧中 边看就边看出钞票来 这件事情其实是建立在 中国大陆 比较相对比较发达的 电商环境里面 是因为 你这个包括了支付 第三方支付 对第三方支付 你的包括了这个就支付宝 然后微信支付 已经这么的方便 我只要我要转个账给你 我只要手机打一打 就打给你了 手要管好 你没有管好就花钱 真的很方便 所以我也不会像这种 是不是你觉得是 中国大这种经济的商业模式 在全世界是独步的 它是独步的 因为它有一个 它崛起跟建构这个系统 一个很特殊的时空环境 以及包括了就是 国家政策支持 以及在可能法令 或银行团的这个 有一个机会 让这个电商能够进去 而你也获得了 就是包括产业 商业民间的支持 跟国家支持的时候 它就形成了一个 很独特的电商网络 它也因为有这样子的土壤 所以这次才会这样子 长出那么大的发财数 而且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电商不再只是电商了 你看像阿里 它电商做得很成功 它会回过头来 成立阿里影业 它会回过头来 去投资影视项目 它已经成为一个 很完整的生态系了 像它这次的这种 引爆的商机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种所谓置入的行销 还有什么爱奇艺的电子商城之外 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特别的 是它改变了大家 那种平常多年来养成 看免费的心态 这是一个我觉得 比较难以想象的 我们以前看电视是 好像不用付钱 对啊 你要付钱 包括视频网站 我也不想付钱 大家都不想付钱 它就经过这样的演化 其实视频网站 之前真的都是不用付钱 然后大家随着这个 竞争越来越激烈 你要怎么样变现 你要怎么样盈利 然后我们要回归一句 内容为王 你有很好很好的内容的时候 你会吸引 随着这个整个经济起飞 大家会愿意去付钱 去享受好的内容 我觉得跟他的操作手法 是不是也有点关系 他在排播上面 用了一点小技巧 他在不只是排播 就是我先讲 卡斯玛 有些所有的这个 在影视产业里面 明星制度最重要 你的明星能不能吸引大家去看 你的剧情能不能引人入胜 让人家有黏著度 然后一集一集看下去之后 你的停留时间长 然后你就能够去在这里面 创造更多的赚钱的机会跟商机 这次他主要是 像爱奇艺他会分两种 一个是中韩同步 如果你要是想要中韩同步 你就加入VIP会员 然后你花少少的钱 一个月好像才三十块的 民币 非常便宜 就这钱是你掉到对上 你可能都不会捡的 然后我刚刚又讲了 你在花钱 你只要手机一转 根本没有感觉 太轻易 你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服务 然后你看去的时候 你就沉浸在里面 幸福的感觉 你会觉得花这钱太值得 你只要花相当于台币 差不多一百块钱 你就可以同步去追剧 那你还能赶上时代潮流 爱奇艺好像他原来有一千万的 那个就是那个付费的会员 结果这一次的话 一下增加了五百万 他帮助了 这真的是在付费会员上面 一个很大的刺激跟成长 而且就是他 我们不是只看他这一次的成长 因为你所谓的这些 Member的这个 这个base 是能够为你未来 在投所有项目的时候 甚至广告的这个收入 都能够有非常大的帮助 还有电商 你看短短两个月几个月的时间 增加的这个五百万的会员 他光是会费就可以收了 九亿五的台币 他老早就已经回收 他当初买的这个版权付出的费 这只是会费其他的周边小品 他就这样回收 可是这会不会只是 一个短暂现象 他真的能够改变 这种付费看视频的习惯 可以被建立吗 这件事情正在发生 因为你要看到中国大陆地区 就是年轻的看视频网站 可能相较于比较年长 长一辈 以前要看电视的 他的收视习惯已经改变了 所以说在你收视习惯改变 你的这些移动装置的 这个便利跟科技的发达的时候 这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发展 这跟现在在追剧的 这一群人的成长背景 是有关系 他们是九零后 玉燕姐 对对对 你都说 我就想到 好像你有沒有看 因为这个太后 这个句 新年名词叫做九零后 秒要 一秒两秒的秒 要不要都要 听好我们要教大家一个名词 什么叫秒要 我随时想要的话 随时就有 这个叫秒要 能够达成九零后的 这样子的要求 那太后这个句 就是达到这样要求了 所以你看 你又完全获得 怎么满足了 他们心中的渴望 对为什么这群人会这样子呢 因为按你来讲 大家秒要 我们当然会有冲动 可是大家不会那么任性 我觉得这在 会那么的立刻采取 他的那个消费行为 互联网时代确实就是我要的时候 我就要上网 我就想要要的到 可能包括的时候是 以前我们在看电视 是不是一定要时间到了 在电视机前面去等 等待啊 现在没有等待这件事情了 所以这是对九零后 大陆九零后的这群年轻人 一个礼拜 等一个礼拜 等一个礼拜 等到下礼拜三四 他还是要等啊 也对对 但至少你可以满足 他可以回去之后 重新按五次 连看五次的那种 心中的那种 他可以同步等待 可是他不可以就delay嘛 对不对 要大家都一样啊 我觉得这跟那个 九零后的成长背景 是有关系的 这部分要预言集来解码了 九零后年轻人 他的成长背景 有一种说法 说因为他们其实是享受 那个大陆经济改革成果的人 对 因为九零后的 有没有 他们生长的环境 尤其大陆那种独生子女的家庭 所以是很优渥的 他觉得他的生活很幸福 他也没有什么样的顾虑 这个父母全家都都宠他 所以让他碰到这样去的时候 他就愿意去追 他在那个 心理上面 他比较有安全感 在经济条件 这件事情上面有安全感 因此当他看到喜欢的东西的时候 他就秒要 因为从小 我就敢消费 六个长辈养一个 是啊 所以说他真的在这个物质上面 不予匮乏的时候 他并不懂得怎么讲 就是说等待 或者一定要多么都 多么的辛苦才能获得 这是一个就是在社会发展之后 产生的一个新的现象 就等于说这一群才二十几岁 九零后的年轻人 基本上他们因为秒要 比较容易失心疯 这也是那个行销者眼中的大飞扬 广告之后回来我们回答文章的提问 这两个月以来 在中国大陆的社群里面 有一个新名词叫做太后 也就是太阳的后裔 如果你不了解的话 很可能在社交话题上面 就落伍了 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太阳的后裔在中国大陆 究竟有多热 我们网友就好奇地问 他说日剧在大陆好像不如韩剧 一样受到欢迎 为什么 因为真的这样吗 确实那不只是日剧 是日本的影视产业 好像台湾接受度 还会比在中国大陆高 这是有民族情绪在 国仇家恨在前面 这是真的 所以并非来自于 他们影视作品的程度差异 吸引力的差异 前面有一些历史上面的一个包袱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其实很了解 就日本的东洋娱乐 他的弹性比较没有像韩国这么有弹性 日本人就是一板一眼 所有在拍摄之前的 这些非常谨慎到位 而且很难去改变 可是韩国在这个战法战略上面的变化 运用之快之灵活 他比较弹性 对而且他非常能够利用 就是日本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历史矛盾 然后快速在一个角度切进去 而且真的很灵活 他为了就是要赚钱上面 他可以我怎么样跟就是大陆的本土企业 本土娱乐产业合作 他的这个range会比日本人宽很多 嗯操作上面 那平心而论 你自己觉得假设撇开这所谓国仇家恨来讲的话 日剧 真的能够打动大陆人 大陆观众的心吗 我觉得他已经有一个在世代上面的差异了 因为东洋娱乐就是所谓的哈日族 有这个名词的时候 我觉得是已经有几年前了 他曾经真的引领过在亚洲包括在台湾 甚至在这个中国大陆上面 但这几年我觉得是日本的娱乐产业 他自己遇到了一些瓶颈 他也想要冲破 包括了他的明星 没有办法像韩国现在快速大量的圆圆的制造 对到他现在还在想smart 还在想木村拓展 可是你真的有能够像韩国快速生产这么多欧巴吗 可是韩国他面向了全世界 他的这个市场跟他的这个企图心 是我觉得是用国家整体的力量去支持 这是不一样的 对他的影视产业 这部分真的是国家的支持力道是很大 才把他推上去的 是 那可是大陆人有一种观点 他就会觉得说 你那个韩剧可以那么红 靠大陆的追捧其实是很重要的关键 你认同吗 你没有办法完全否认说 中国市场对他没有帮助 因为真的有帮助 对包括在电商包括在收视率 然后也让这些艺人真的能够就飞到了中国大陆去捞金 这个是连大陆的网友观众都 甚至我觉得韩国经纪公司都很明白这一点的 对但其实他只是一个部分 你要相信只是韩国经纪公司的其中一个战略的一个地区 他真的要面向全世界 他想要征服全世界 所以不是只要征服中国大陆市场 是对 但中国 是对 对 对